我想這要跟你討論一下 但選擇有很多 我覺得藍小姐擔心 她在吃藥分泌的數字 好像起起跌跌 反覆是否代表有甚麼問題 我想她擔心就是這 有時吃藥分泌會高一點或低一點 有時也會 一般我們都會抽血看甲醬腺素 而調教她吃藥分量 大部份都可以控制合理的度數 雖然有時要調教藥物的分量 我不用擔心 如果有醫生跟著 其實不會離譜到哪裡 謝謝藍小姐的電話 回歸她的主診醫生 謝雪茲醫生提議 接著有鄭伯伯的電話 鄭伯伯你好 鄭伯伯 我睡了七十多歲 我患有小腸氣 左邊就緊要 右邊就沒那麼緊要 左邊有時走走走 突然感覺好像腫了 腫到 立即回家睡覺 腫越腫越痛 這個情形之下 我會有什麼辦法 減免 痛楚 有什麼方法可以做得到呢 如果醫生跟你確診了有小腸氣 如果你有痛 其實已經差不多是時候想 用手術的方法去跟治它 因為我上次節目也提及過小腸氣這個病 其實小腸氣是在大腿縫的股腹溝 是呀 左邊那邊 它越腫越腫越腫越大 是呀 因為那裡的肌肉弱了 所以你的肚腸肥膏 經過虛位塞了出來 摸到那塊東西 其實就是肚腫的肚腫 肚腫的肚腫 是肚腫的不肯動 但你躺下又會縮回去 不能躺下 它會痛三四個小時 痛到忍熱痛到痛幾個小時 那如果你躺下 按下去會不會細小 按不早 等它沒那麼痛 才可以慢慢推上去 是呀 是呀 始終慢慢推上去 因為小腸氣的危險性 怕腫腫掉出來的虛位 有些肚腫的肚腫 如果真的痛 肚腫壞死就有危險 是呀 你這樣說是對的 可能肚腫的肚腫這麼痛 痛到胃酸吐出來 如果這樣的話 你都要認真處理 如果你的肚腫是經常凸出來 又痛的話 又要睡幾個小時才按下去 因為其實也有個風險在擔心 有一次如果它按下去 肚腫就有個危險 可能要跟你跟著那邊的醫生 跟他談一談 我未有看醫生 那他應該都會建議你 可能要考慮手術 那怎樣做法呢 左邊但右邊就不要那麼緊要 兩邊都有 那怎樣做才好呢 其實如果兩邊都有的話 現在都可以一次過手術做完 如果兩邊通常首選 現在很多時候都會選擇微創手術 就放一些人造纖維在股腹溝後面 就鞏固股腹溝 可以一次過做完兩邊都可以的 不過要平衡你的麻醉風險 如果有時麻醉風險高年紀大 可能一個局部麻醉可以先做到一邊 先做到嚴重的那邊 或者一次過做完兩邊都可以 不過就辛苦一些 這個要視乎你的身體狀況 要評估一下 請鄭伯伯 也是回去找他主診醫生跟他談 情況真的痛得那麼厲害 其實真的要處理 要處理的 還有腸可能會攝住了 回不了他 萬一處理的情況就會壞死 很嚴重 更加大的手術可能需要做 那快點回去跟主診醫生說情況 跟他商量哪一種手術 是最適合你的情況 接下來我們又說 梁女士的電話 喂梁女士 梁女士你好 你好梁女士 大聲一點梁女士 我左腳腿頭腿膜曲張 就有7年了 嗯 近大腿那裏 有幾塊 好像這兩粒 兩粒蛙生肉那麼大 因為血管突然上來 那隻腳就見了 有先人問你 說初下 初下就覺得很舊 很累 嗯 但是沒有恢復 初下就等於沒有搓 嗯 OK 我不是想問你 你用不需要 去哪裡看 我沒有看過 你主要是覺得 近膝蓋的血管位置 會覺得痛嗎 不是痛 就是搓完之後 因為它只能弄得很厲害 就是含頭 在L那裏 直到膝蓋 直到大腿那裏 直到大腿那裏 就是兩吋 上兩吋下兩吋左右 在L那裏 就是 就是鋪得很厲害 鋪得很厲害 那你腳也覺得有什麼不舒服 除了你的膝蓋的痛 小腿有沒有覺得很脹 很軟的感覺 沒有 是嗎 OK 就是主要是血管突起的位置 覺得不舒服 就是 我脫下腿之後 就有的夠夠累累 那這件事 有時 就 一隻腳 一隻左腳 就有點累累 OK 那些皮膚有沒有說 變色 痕痕痕痕 痕痕那些嗎 沒有 沒有是嗎 OK 那如果你自己也看到 血管由凸起 那麼 近來又有一點點冤痛 都應該是 在靜謀曲章裏面 就是我們分類做 第二第三期 就是說血管開始凸起 亦都令到你腳開始覺得不舒服 痕痕痕痕痕那些 那這些情況 就其實 可以 可以 就考慮 簡單來說 就可以考慮 就是先穿一些 醫療用的壓力物 一些醫療用的壓力物 那這些呢 譬如去一些藥房那裏 或者去私家醫生那裏 家庭醫生 跟他們說 他們都會 幫你配一些壓力物 穿先的 壓力物的作用呢 就是 在外面 給一些支援 給一些 壓力 給一些脹起的血管 就讓它不要那麼 脹地凸出來 亦都會令它的壓力 就不要那麼容易 傳到皮膚那裏 那裏 就可以令到你的腳 不會那麼累 那麼脹 那這些壓力物 通常就是 我們建議 譬如 你日後站 走的時間穿著 那就 在家休息 睡覺 就不需要穿的 那你通常早期的這種 就穿壓力物都可以的 那當然亦都可以考慮手術 那但是 看通常第二第三期 這些就 就是可做可不做 你拖一下 先穿壓力物 亦都可以的 短暫可以穿壓力物 我覺得 那些肉黃碼有 或者你先看看醫生 對 我覺得你去看看醫生 他會建議給你的 你應該去看醫生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梁老師 好 多謝你的電話 拜拜 既然大家都要找醫生 那我教大家怎樣找醫生 軟君 香港醫學會 那個網站 你記得嗎 哦 對了 打手錫給我 記得 3個W.hk.org 怎麼辦 d-o-c-t-o-r-s dot-o-r-c 裡面可以進入一個搜索引擎 你找私家的 可以找不同專科的 今天很多朋友的問題 都是外科的問題 他們可以找普外 general surgery 自己擺一個時間 但希望見到醫生 和星期幾見到醫生 他會聰明 一系列醫生的名字出來的 大家給點耐性 如果剛才是鄭伯伯 他有什麼問題 軟君 小腸氣的問題 沒錯 有外科醫生 他裡面是聰明 是會處理小腸氣的 就像剛才說的 遮掩什麼問題 靜脈曲張 靜脈曲張 又有外科醫生 要處理靜脈曲張的問題 大家可以找適合的外科醫生 找他們看看 解釋你的問題 亦可以選擇另一個方法 就是找你基層的家庭醫生 跟他說你的問題 他初步幫你診斷了之後 亦會幫你做一個轉介 去找合適幫到你的醫生 有一個問題想問問謝醫生 剛才那位女士說 他的靜脈曲張好像在大腿的位置 其實是否整隻腳都可以有 不是我們經常覺得 只是小腿會出現問題 是呀 其實靜脈曲張 因為最多是在小腿出現 因為靜脈曲張 是因為血在大腿或腳的上面 都流下來 通常會在小腿的血管 會特別明顯 但當嚴重的時候 其實真的可以連大腿的血管都漲起來 這也不是很少見 會不會危險一點 大腿好像接近一些大血管 他就不是特別危險一點 但其實都會代表病情比較嚴重一點 因為血管漲起的程度是嚴重了 所以我的壓力一定是比較高的 所以梁女士都要快點找醫生看看 關於外科醫生 是他想多謝那些朋友 其實我覺得 阿傑淑華醫生 還有幾位 他是會有機會和他數一下 我們看看不久的將來 再請外科專科醫生 阿傑淑華醫生 他作為一個外科醫生 如果要多謝某些人物 他會多謝哪些人 今天我們精靈一點 就要多謝謝謝蔡華醫生 他是為外科專科醫生 上來分享他的團隊 大概裡面有些甚麼人 也跟我們解答了聽眾們的電話 今天謝謝謝蔡華醫生 謝謝你 謝謝謝蔡華醫生 OK